OK 最近飞哥付出打这个轻微单胶赛啊 大炮给兄弟们来解说一二 最近飞哥的风头也是非常的猛烈 关在番的话是还家轰炸机的一个法系 关在番的话打对面的话 也是选择给前面这个宝宝下的一个分关啊 对面的话宝宝的话都是有高级法术版源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比赛 飞哥的话也是号称风系里面法系的克星啊 一般法系碰见飞哥的话头页有点晕 头也是有点晕晕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比赛 关在番的话 选择擎三叠 但是法术凡育的话 这边的话没有去散掉 选择擎三叠来破胜 其实还家轰炸机的这个打法的话 其实非常的有想法啊 他为什么要清对面的追子宝宝呢 他清掉追子宝宝之后 关在番的宝宝能给对面的公宝宝丢无魂 对面的话肯定是有一个公宝宝 出不了手 所以说关在番的话 先选择破阵对面的一个追子宝宝 这边的话第四回合 遭了一个生机 生机的话把对面的宝宝破阵给破掉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比赛 破阵的话已经成功了 已经成功破阵了 我们就看一下后面 对面的话应该是补了一个追啊 关在番的话开了一把大 魔玩家这个门牌如果说运气好啊 出几个警号 其实破阵的话也方便 实话实说啊 你这个时候开一把大 出一个警号 我觉得也挺厉害啊 关在番的话 优势非常大呀 对吧 永恒 把对面的宝宝拍掉 对面的话一把封印 封印的话没有掏送 关在番的话出宝宝 对面 对面铲面上面的话就只有一个公宝宝 而且关在番的话追子宝宝的话是一速 就追子宝宝 追对面这个宝宝 对面这个宝宝出手的机会都没有 武装怪的话还是要追子宝宝要快一些啊 武装怪的追子宝宝有没有一速很重要 因为你追子宝宝没有一速的话 哪怕你铲面上的宝宝有分关 你不一定能能够出手 你懂吧 OK对面的话宝宝有一把神钮 我觉得对面这个 法凡的宝宝有神钮也很关键啊 没有神钮的话 这个时候对面的这个阵型的话 已经已经被破掉了 你懂吧 对面农宝小孩取秒 伤害也是非常高啊 这个时候的话还可以加一把天宝起 关在番的追子宝的话 再控对面的一个农宝小孩 对面这个追子宝慢了 你懂吧 出了个隐功瞬机 要破阵 关在番这个宝宝一 只要关在番后排这个宝宝一死 比赛马上陷入利封 马上是利封局了 因为关在番已经控不了对面的宝宝出出了 对面只需要给龙宝宝加持压令旗就可以了 很简单 对面这个法凡的这个宝宝省两次很关键啊 没有选择贪心啊 没有选择给龙宝宝加持压令旗 这龙宝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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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 就这样令奇一加的话 就等于说对面打pk带了一个法系 你懂吗 对面配速给右边这个宝宝顶个血 比赛结束 配速给右边这个宝宝顶个血 人物接一把钱挪 比赛直接game over 没有局了 ok 地面选择追啊 选择追 选择套 以前的话12回合 确实啊兄弟们 现在这个进回单挑赛的话 想打明白的话也比较难打 好吧 高手太多了